想约女生 她说要看你表现 你怎么说呢 这么难约 我放心 想约不想约都是你 在女生那儿 你就竖起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形象 谁爱敢跟你聊天 但是一德哥看 约这样的女生出门 反而呢 是最简单的 德哥呢 今天就只用两个金句 就让女生主动约攒门 想要不多说 直接上手操作 那点人的手操加光众 爱得你那个舌头都舔滑了 请你过来听一听 咱们想一想 女生说这句话的 这个潜单词是什么意思 女生嘴上说 看你表现 实际上就是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对咱们有好感 但是呢 还要考验考验咱们一波 看看咱们能对她有多好 要不呢 就是纯粹打咱们当一个鱼 想到咱们这儿呢 捞点好处 再欲据还迎 直接把咱们给甩了 综合考虑下来 女生说这个看表现 那还是得见招拆招 那咱们呢 就先装个啥 你虽然我 那我就试试回去呗 回复一个 我觉得好的感情 靠的是互相信 和互相欣赏 太多条条框框的 就显得不太真诚 你看 咱们先看看 女生是哪种意思 对吧 后面的聊天 那不就方便 随地应变了吗 要然 万一给女生聊崩了 那后面 别说聊天了 直接给咱们 拉黑衫出去跳龙了 对不对 可能连鱼都当不了 先给女生 说明咱们自己的一个恋爱观 树立一个高价值的一个人设 其次呢 这也是一种对她的恋爱观的一个试探 你要是赞成呢 那你前面这种态度 那就是不对的 你要是不赞成 那咱们呢 从最基本的这个地方 那就是不合适 干脆 直接就是好去好算 而且这句话还能给女生 有一点压力 这种态度 你别说对不对 最起码 对我来说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看上去 说这句话 拼拼不齐 实际上呢 里面的这个弯弯绕 那可多了去了 这招欲心不纵 也是非常好用的 诶 再有水瓶了 哎呀 跨得有点早 德哥还没有发辣招呢 你别着急 你看啊 女生回了一句 嗯 你意思我是不真诚 啊 你看啊 不会招愣脸 对吧 而且呢 正好掉进了 咱们这个套路里面来 这会儿呢 先别着急回 让她的这个心情呢 有一个起伏 不然呢 刚才那招欲情故纵 那就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你看 女生那不就幸福了吧 她又回复了一句 哎呀 我就是 想坚持一下 哎 这个 就是掌握聊天棋子的 一个重要性 一旦女生进入到 我们这个聊天的预设 那我们呢 只要顺着聊下去 那这事呢 就能事半功倍 不过呢 这中间 也用到了很多的技巧 我们不如呢 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大招说出 爱美一波 成功了 谁就把女生给约出来 对吧 不成功呢 也能让女生 对咱们这个态度改观 稳赚不亏 咱们去回复一句 嗯 太坚持了 错落的感情的例子 比比皆是 哎 暗示她什么 暗示她 也许我们呢 也会因为 你的不主动 而错过 给她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如果你不懂得 在感情中 营造另一个情绪 不妨45666 我送了一份 聊天观点手册 里面呢 有跟各类型女生 聊天的一个全流程 包括如何跟女生 拉伸关系啊 调整情绪啊 提标约 照着聊 你能聊个七七八八 你看女生回复了一个 嗯 好的 我收拾一下就出来 你看 女生接受了 我们这个观点之后呢 就会想办法去补救 同时呢 又放下了 内心的一个借位 更想借着这个机会 来升温感情 所以说啊 找我好聊天的这个技巧 在感情里面 那简直就是 我这就去实习了一下 不会聊天 找德哥 带你轻松上个车 如果你还是不会 我再教你